没办法,对面追不上,你别怪我一心二用的 好了,这场单挑比赛也开始了,那咱们就先不玩了,先回到这场单挑,OK 那欢迎直播间的各位兄们收看这场solo局的比赛 也是当E-SDA和RW两边战成1比1之后,两边都会进行到第三局最终的solo局 由RW迷你对战E-SDA的一个阿尼 第一局直接来到了绝射江西,绝射江西这张图首图也是E-SDA选的图 刚刚计时赛是E把悟空给干了,在长城这张地图上E的计时把悟空给干了 跑了一个1分04.5的一个成绩,导致这边E-SDA会有一个首图的选择权 点飘,反向一个弹射 阿尼这边也是用了一个叠喷WCW的一个跑法 会导致这个长延续可以吃到更多的一个直线速度 会比平常的CW快4点几码的一个速度 对于这么长的一个延续来说,收益是很可观的 好,落地一个顺侧快出,反方向的一个甩尾 再来一个点飘,接反向暴力入弯的ECU,我的妈,又是一个1分30 虽然他没有二线角色跑这么快,这张图杀出来一定是29 但是我觉得这个成绩对于 我觉得打现在的RW这两个人来说是绰绰有余的 因为现在RW这两个人的表现 这个比赛是一场多如一场,真的是一场多如一场 然后饮水机管理员也没有上来救场 这个能不能救的话也也不知道啊 所以咱们现在对于RW的期望值不要太高了 不要太高 我觉得今天E-Star的迎面应该大于50% 绝对是大于50%的 我觉得应该到百分之七八十 应该都是E-Star迎接近了 因为毕竟阿力跟明明本身实力是有差距的 阿力较跌 咋的记得这么清楚呢 跌 那个明天那个抚养费给一下啊 那个不要忘了啊 把你率先拿下一分 我今天我这个我我现在没满18岁啊 没满18岁没满18岁 那个抚养费记得给一给啊 这个赛季明天记得转到我银行卡里面 什么图都玩吗 不是 数据太少了 不要你这个儿子了 基本不要Solo 哦 马上就不要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他们落后的时候选择都是以困难图为主了 基本都是在Driven 那为了Driven选择那些困难图 我觉得不能算是他Solo的图纸 对 不能做做参考 我刚刚是没切屏吗 兄弟们 还是Eastar拿到了这根 刚才我刚才是没切屏吗 我刚才不是切了吗 这次相较于明明的表现更好了一点 确实也是没这么多人吗 对啊 我刚才不是切了吗 我啥时候切回去了呀 第一波卡位 我真的有毒啊 我啥时候切回去了 自己反而被 这个内线挤着直接被卡僵持了 我啥时候切回去了呀 行不通 一路向前 哦 这确实是一战明明的网图 好 那兄弟们 来 那这一把一路向前 两边都选择了S月银 一个加速带的一个车 然后这边有一个人是选择了一个大花凹的这个皮肤 明明喜欢用这个皮肤 我是没想到这个皮肤手感也俱差 看不清楚车身啊 所以手感比较差 长得也比较丑 哇 但是明明的路线很好哦 他的皮肤虽然丑 但盖不住他的路线好啊 兄弟们 好 桑莎CW 一个顺色快出 三重断空飘 就看这个弯了 阿尼弯 不是很完美啊 但是比明明要好一点 虽然不是很完美 但是阿尼这个 好 他也不敢弹射 阿尼也不敢弹射 一个顺色 空门落地 不什么意思啊 你他妈是废物是吧 啊 斗鱼你没马呀 我操 老子拿鼠标一直在点 你不撩我是吧 看后面的连弹 这0.7秒的距离 这把的话 成绩应该也不会特别快了 对 我这拿鼠标晃了半天 他识别不到啊 操作不用这么急 这么快 比人来到1比1 我还有08 1比1 1比1 把那个血 这个网页的程序员裁了啊 打起来啊 什么垃圾啊 他妈的还没脑子写的好 是的 目前这两把的状态来看的话 呃 不想上下吧 对 然后明明也能卡位 把他写 把他写的网页的程序员裁了 起码 该裁裁一下 早发一份工资 他的细节是明显比阿尼更好的 对 没错 这样的话 阿尼选图的话 阿尼会不会选择熔链车间呢 这么快吗 对 熔链车间的怀链是 该裁该裁了啊 该裁员就裁了 先选 垃圾网页真的是 鼠标活动都判断不到的 而且防止你套车 所以说前期拿 我还真能写 我985软件专业逼的 你真当我是废物啊 只是我在学校没好好学习而已 我专业对口 写个网页不是随便练的嘛 做点功课随便一写就出来了 能越早打就 打到后面 然后你选个车间 对面套个机甲 直接蒙圈了 是啊 这特别是 套个墓影金龙 嗯 就不知道怎么输 对啊 你本来就是废物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这次弹太高了 没调整的空间了 这里弹高两次 两次腾空都弹得太高了 不过咱们说句实在话 机场 你要说咱们在斗鱼直播呢 确实可以 但是如果是我大学毕业去斗鱼呢 蒸不去 这张地头的话 之前可能是大家都会 蒸不去 蒸不去 然后现在月影已经在一步 所以只能用来猴子了 因为鼓鼠不在地图室嘛 所以这张图 好 来到了疾风机场 疾风机场 顺侧单分 反向顺侧 两个顺侧啊 这边要卡满气的话很难啊 这个弯估计有人会急不满气了啊 明明强行急满气 暴力入弯 这边没有ECU就是好控车啊 这边一个切银 来个弹射 顺侧 快出 没有喷啊 这个弯只要没有喷 你就快啊 有喷会反而会慢一些 明明这边空喷落地 我这动不动就拉开了0.3 这是为什么呀 没看到有明明有特别大的失误啊 这个细节差距呢 看来前面阿尼的路线非常极限啊 但是这个弯之后两个人都会出现 都出现了一些失误 那这样阿尼第一圈应该最多只有一个40的一个成绩啊 阿尼应该最多只有40的一个成绩 诶 明明反向射身了 那这把没了 给阿尼一个视角看一下他这圈圆有多少的成绩啊 我估计应该是40.5左右啊 40.5左右 这把应该有个1分18中到1分18大 哇 好极限 40.79 1分18大 空喷落地 CW差不多 蹭一下 诶诶诶失误了失误了 完了完了 不会 19了吧 啊 不会 19了吧阿尼 19了就菜了呀 应该不会啊 兄弟们 这个路线还是非常好的 三下延续 四下延续 重开弹期CW 这边能延续上吗 其实没必要延续了 CW edge 19了 完了 他在干嘛呀 他不会刻意去改变自己的节奏 哎呀本来18的兄弟们20了 20其实就有点慢了 这个20拿个月影都可以随便干 最后那个弯的失误起码慢了大半秒 要不然应该还有个19大 就两个人各自选择一张图 细节都要比对手要更好 这个就有点搞了 有点下饭 有点下饭不见得是坏事 正好咱们不是外卖到了吗 对不对 我就狠狠吃一口 这是啥玩意儿 不要在乎今天的输赢 因为他们这啥玩意儿 只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状态 看下怎么要把自己的状态给发挥出来 起码在色轮能看得到明明确实 会比二位好 对确实比二位好 对 今天输赢对于明明来说不重要 因为他们现在还在A组 而且还没有到决定 升降的时候 所以说这场比赛就慢慢找自己的图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薯条 我真是服了 闻着味道还行 但是吃起来怎么感觉跟一拖大便一样 还好没有让粉丝先吃啊 要不然 是我的要求太高了吗 还是说他真的难吃啊 我操还有油 完了 我不敢把他拿出来 拿着纸垫子 刚刚好跟这个纸一样的 好了来看一下第二把的 第三把这个比赛 第三把这个比赛 第一把是角色将其 第二把是急风机场 现在比分是来到了一个 2比0啊 那个2比1 不好意思2比1 现在是已经是第四把了 已经第四把了 你第二次要快一点 第四把选择到千户瞄战啊 是由RW明明进行选择的 这边一个顺测快出啊 这两个人都使用的是创世四神 创世四神这张图的一个计时 可以跑到1分10 实战可以跑到1分11 CW的快出 一个空喷落地的一个点票 再卡个气吗 不用卡气啊 单管弹气两管弹气的很好的 好空喷落地压车 再来个反向的一个轻甩 不用卡气 蹭一下小喷 没有沿上 哇 没有沿上就拉远了 没有沿上直接拉远了 317的一个速度 再来个弹射甩尾 空喷落地 顺色快出 哎呦 好贴啊 这边直接拉近的距离啊 但这个玩暴力的玩有点慢 顺测快出 好 现在来到了0.3秒的一个差距啊 0.3秒的一个差距是可以通过细节进行后追的 这个完全不可以说是不可后追距离啊 两个人跟得很紧 现在这个玩有可能会卡半数 暴力的玩 阿迪没有卡半数 完美路线 完美路线 压车 再来个甩尾 卡气 这个卡气 哎呀 我就知道这个卡气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个玩的这个走位啊 哎呦 你妈 我刚刚话还没有说出来 就我担心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1分12.2 恭喜敏敏后追成功 拿下这一把的第一名 获得了1分 把比分追平 来到了2比2 这个属于是有点 吃的很香 大吃一口 因为你们要知道 那个地方卡气啊 就为什么容易掉呢 我跟你们说一下 你们应该知道 这个游戏的赛车啊 他转弯不是线性的 我不知道这句话你们好不好理解啊 这个游戏的赛车 他转弯不是线性的 他是越转越大的 知道没有 转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他就变成线性的了 他是 就是怎么说呢 就他那个这个游戏的车 他转弯 刚开始那一下 他是转不动的 或者说他转的就没有这么的大 或者说他从视角上 或者说从体感上 他就感觉给人感觉就不是线性的 这个这个转弯 所以卡完气之后 你再去转弯 跟你一直不停的这样转 他突然卡完气那一下 他手感就不一样 知道吧 他手感就会不一样 卡完气之后 那个转向是不对的 跟你不卡气 就如果一直在转弯 转到底的时候 他那个感觉是不对的 他那个转弯 如果你一直转 他那个转弯的那个角度 他应该是个曲线 他绝对不是线性的 他那个增幅 他绝对是个曲线 就会导致这个游戏在卡气的时候 马上进行一个牵引走位 会有一个手感上的差异 所以这个地方 我刚刚其实是预料到了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我刚刚没有说 但是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的 反正你们就理解 反正你们就减 你们不需要懂这个东西 你们就可以理解成 你如果要极致的牵引走位 你就不要在中间去 频繁的去卡气 会影响你的手感 知道吗 会影响你的手感 他长生的胜率很高 长生那儿肯定就只能开 这位女生 这位女生 半斤龙影就不考虑 半斤龙影跟这位女生选一个 还得看 我就再举个例子 秋之物语 秋之物语中间不是有一个甲弯吗 那个一左一右的那个地方 需要进行一个极限摁拐 如果你在中间卡气 你就发现拐不过来了 你就会发现你拐不过来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个能猜得到吗 或者说你就会发现 你跟你平时的一个拐弯的 那个手感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好 地图来到了雪镜猎晕 这张地图我是太有发言权了 杀出来基本上不是22就是23 我相信这两个职业选手都能做得到 WCW过来 第一个弯之后 一个顺策外出 明明这边路线崩了 而且这边氮气结束的过早 这边空开氮气 好 再来个暴力入弯卡内道 但是阿尼好像车头钻过去 现在两个人通过第三四角 看判断的不是很清楚 好 到了这个弯之后 绝对是明明在前了 而且阿尼这边 被卡位了 然后这边还少一个氮气 这边还要空放一个氮气 还好这张图 现在这个地方不缺氮气 如果这张图是缺氮气的情况下 阿尼将会非常的被动 明明这个地方是什么跑法 这个跑法我都看不懂 别搞呀兄弟 你不能再失误了哥们 你再失误你真的要废了 这个路线还不很好 这个路线很好 好了 目前为止 如果明明不失误的情况下 这个距离我们可以叫做一个 不失误不可厚追距离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不失误三个字删掉 因为前面还有个大失误点 好 就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只要不掉下去 一般 只要不掉下去 对不对 它确实没有掉下去 那阿尼也追不上 好 这边来个暴力入 哥们哥们你别畅畅畏畏的 我感觉你每个弯都在失误啊 你能不能别失误了 你跑慢一点 你求个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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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顺测快速 点票 对 对 就是求稳 就是求稳 没错 就是求稳 再求 压车走位 空喷落地 对 25 25 丑了就丑了 没关系 25 丑了就丑了一点 没关系啊 咱们就说 这比赛只要能赢就行了 比赛只要能赢就行了 管你跑得快不快 对吧 该功力的时候 就要功力起来 是不是 该功力的时候 就要功力起来 不能说是为了做极限 有些地方你就 不管自己的稳定性了 那是绝对不行的 对不对 我这看的是真的着急 是真的着急 这明明今天 很多地方处理的 都非常的 对这个失误率 都非常高啊 你像这个雪晶猎猿 我看他在前面跑 基本上三个弯 一个失误 三个弯 一个失误 三个弯 一个失误 要不是阿尼这么远 我估计他这把没了 不然可能对方 承放机甲的话 先拿赛点 A车的范头 地图里面的话 你就必须得 第一棒就有可能 我戳不开了 这手套 现在 好打了 连得那么紧 多的 3比2这个分数啊 我觉得就此时此刻 你要么就打几个 赶紧把东西给吃 简单点 特洛伊环城 特洛伊环城 像阿尼之前 呃 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地图 像 呃 北海渔场啊 云集之心 也可以打 现在也可以打 对吧 可以打 因为 莫影青龙已经打过了 嗯 来 兄弟们 这一盆 30块钱 贵不贵 给你们评价一下 我记得我上次 我是不是 半夜的时候 点了一家 我说很难吃的 一个炸鸡 好像还没这个多啊 他好像要 30块钱 这个也是30块钱 评价一下 贵不贵 30块钱这么多 贵不贵 评价一下 在这个地方 30块钱贵不贵 贵 哎 跟我想的差不多 我觉得也贵的 因为在贵零这点 肯定不要30块钱 完了完了 不会是比较了 哎 还不好说 因为这张图 毕竟第一阶段 没在我们地图时 要看一下 这个允许怎么样 哎 没有开到淡气 有点乱 但是 没延上 那这样的话 啊 开淡气 这里也得改变跑法 WCW 现在算是调整回来了 但后面只要安定能 一路延续到底 这一段一定能拉近的 包锥的呀 这里包锥的呀 包锥的呀 兄弟们 我感觉 我感觉第二圈开头 就持平了 包锥的 包锥的 兄弟们包锥的 这个地方怎么说 已经变成一个 可后锥距离了 0.3秒是可以通过 细节来拉近的 开启ECU 这边千万不要 放出来 能跌上吗 能跌上吗 阿迪路线非常非常极限 来 这个断空飘非常重要 顺测快速 哦 被顶到了 怎么说 来 看一下这个断空飘 这个断空飘 没有使用断空飘 全是用的 落地快速 好了 最后就看看谁 沿得上了 最后看谁 沿得上了 明明 哦 能沿上 能沿上 那有了 哇 最后一段延续 明明路线爆炸 1分31大 直接拿下第一 我靠 这一波属实是给到机会了 但是阿尼太远了呀 4比2 哎 尼莎要输了呀 其实这一把的话 明明是给了挺大的机会 对 两根机会点 给的不一样 阿尼在第二圈 也想要去把自己的细节做起来 然后反超 但是他没想到前面明明的 哎 对了 我刚刚我忘记了 学生们提醒我一下 我刚刚是不是预测的 今天RW是可以70% 80%以上的 那个概率可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没错吧 你看 这就是专业解说对比赛的预测 我刚刚是不是说RW有80%的比 那个 那个概率是 是赢这场比赛来着 不是吧 怎么就不是了呢 我刚刚不是又说的是RW吗 对不对 新梦都可以 对 西部也行 西部开什么车呢 西部 对面可以抢取哈利特了 嗯 那好大 我 我说Eastar嘛 我没有说Eastar吧 老街工地 对 可以 工地可以尝试 但是有点堵 因为我觉得工地有点有点难 哦 我说的Eastar 看你哈利特 对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哦 这还是打一下阿尼 那真是遗憾 对 什么刚才说到的北海渔场啊 阿尼一直以来都挺喜欢这样图的 看看 因为现在没有墓影青鸥 阿尼 其实有挺多同车度可选 嗯 就来到solo之后 感觉游戏 哇 谢谢给给送出的 一百发轻卫勋章啊 谢谢给给 谢谢给给的 一百发轻卫勋章 就是突然感觉 打的感觉不是同一个人 对呀 你这个强度怎么突然拉了这么慢 对 只要是这单挑看起来 敏城的起伏其实也没有这么慢 对 就是二维不一样了 小哥去哪了 小哥在解说台上啊 这场比赛他就在解说席上面解说 知道吧 你们听应该能听到他的声音啊 他第一个意思又就乱了 对 那个是一个大机会 好地图来到了北海渔场 北海渔场 啊 左边用的什么 哦 原集原集 吓死我了 我以为左边用墨影青龙了 打连赛一点 一直都是大王 我以为左边用墨影青龙了 那我去 因为墨影青龙刚刚雪晶猎猿不是用过了吗 我看左边那个原集 长得有点像墨影青龙 你那都 哎呦卧槽 看着有点吓人啊 啊你起步 没测出来 这起步又 甩尾 WCW 哎 暴力如安 这阿尼怎么把把起步在后面啊 看弹射的 好了这个弯0.3的一个差距 就看这个甩尾了 能不能 哦 没拖 但是明明前面好像失误了 明明前面那个甩尾角度太小了 空喷落地顺测快出 单喷的延续再来个顺测快出 CWL 压车走位 这个地方很关键 很关键 但是原集还有 原集有一个让人非常放心的地方 就是他 不可能夹缝 知道吧 原集是不可能掉下去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原集掉下去的啊 好一个内线集 但是明明守得非常死 明明现在站起来了 兄弟们 好 撑到喷了 撑到喷了 但是这边有没有云卡位 阿尼 完了 还要卡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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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还好 也还行 也还行 这边弹射甩尾不会太慢 还能接受 还能接受 在暴力之外 再来个慢动出 弹射甩尾 明明这两把怎么这么坚挺啊 他虽然 哦 这个刹车调整 如果他少 一下下刹车 他就没了呀 这必须要做细节了 这再不做细节 追不上了 兄弟们 再不做细节 压根就没有办法后追的 怎么说延续没问题 六下七下 再来个点票 我感觉阿尼路线崩了 但是他还在做细节 暴力入弯 怎么说 那一道卡位 明明还是守得非常地死 再来个点票 明明的点票 路线非常的好 这边怎么说 CW 压根就不需要撑 暴力入弯 我撞上去了 但是没有用呀 你这样去撞 压根就没有用 恭喜明明 5比2直接拿下阿尼 把道具的比分 打了个反过来 牛逼 真是没想到 今天阿尼被明明5比2了 这冰神 对于明明来说 我觉得意义重大 很关键 在第一阶段 一直到第二阶段 今天这场比赛之前 他们状态 整体体现出来 不管是竞速还是道具 都是处于一个很低迷的状态 这冰神 说话还是太好听了 要我说的话 就是拉透了 知道吧 真的就在这场单挑之前 真的是拉透了 其实这场单挑吧 属于他们的那种设立方式给找到了 这场单挑吧 咱们理性分析啊 其实明明发挥 失误率还是挺高的 你看看雪晶烈晕 你看看那个 特罗伊环城 如果这种情况下 你放的是打那种二线选手啊 打那个RSG疯仔啊 这种你基本上 很难打的赢 很难打的赢 这把阿尼其实感觉 把把都在后追 其实就北海渔场这一把 北海渔场这一把 确实是守得死啊 确实是守得死 这个没得什么 没什么好说的 北海渔场这把 确实是顶级 你内心来讲的话 也是一记强心争 就一定要自信起来 嗯 连阿尼都能赢 对吧 我觉得就以你这种solo状态 你如果说真的能拿到2v去 或者说你就把这种状态